崔永仁曝光的阴阳合同,揭露了影视行业的潜规则,其根本靶向仍是备受诟病的天价片酬,在国税总局进入影视行业税收调查后,不久前,行业又不断传出消息,因阴阳合同引发公众关注的影视行业税收征管,正在逐步收紧,摘除天价片酬这颗毒瘤,势在必行。 行业代表公司,主流视频平台,在经过一番探讨商议后,终于联手挥出重拳,今天上午9点,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三家视频网站联合正午阳光,华策影视,柠檬影业,词文传媒,药科传媒,心力传媒六大影视制作公司,共同发布关于意志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 以下简称,联合声明。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演员的最高片酬限额,及三家视频网站和六大影视制作公司采购或制作的所有影视剧。 单个演员的单集片酬含税不得超过100万元人民币,其总片酬含税最高不得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据美经记者独家了解到,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三家视频网站,以及正午阳光,华策影视,柠檬影业,词文传媒,药科传媒,心力传媒六大影视制作公司, 是昨天下午在国家广电总局,达成,了限制演员片酬的执行标准,并于今天上午9点共同发布, 关于意志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这是三大视频网站和六大电视剧公司,首次联手,共同抵制天价片酬,联合声明分为两点, 一是共同抵制一人天价片酬现象,倡导成本用于制作,投入服务品质,演员戏比天大的行业风气, 三家视频网站和六大影视制作公司采购或制作的所有影视剧, 单个演员的单集片酬含税不得超过一百万元人民币,其总片酬含税最高不得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 二是共同抵制偷逃税,阴阳合同等违法行为,共同倡导连结之风,弘扬浩然正喜, 我们承诺在影视剧制作、购销等环节中,加强行业自律,杜绝各种名目变相涨价, 偷逃税、贪污、行贿社会等违法、腐败现象的滋生,上述三家视频平台, 六大影视制作公司均是行业内采购或制作头部剧的公司, 头部剧制作成本高,一般用一线明星或流量鲜肉,片酬自然不低, 也能够创造丰厚利润,如今,联合声明出台,意味着影视行业将从此和一元片酬说再见, 同时,近来出现的动辄六、七十级,甚至近百级的古装大IP戏, 大女主戏将不再有市场,因为拍的在涨,演员最高也只能拿到五千万的税嫌片酬,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声明与前不久中宣部等多个部门发出的通知密切相关, 6月27日,据新华社报道,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等联合一发通知, 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添加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 控制不合理片酬、推进依法纳税、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通知要求。 现阶段严格落实已有规定,每部电影、电视剧、网络视听节目全部演员、 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 通知提到的已有规定,是来自于2017年9月22日,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联合发布的 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通知同时强调, 要制定出台影视节目片酬执行标准,明确演员和节目嘉宾最高片酬限额, 9家代表公司发出联合声明,正式明确了通知、 要求的影视节目片酬执行标准, 美京影视对话、联合声明问答美京影视, 哪些媒体参与了关于意志不合理片酬、 抵制行业不正风气的联合声明的发布, 联合声明方、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 正午阳光、华策影视、柠檬影业、 词文传媒、药客传媒、心理传媒美京影视, 这次的联合声明发起的背景是什么? 发起方是视频网站还是六家影视公司? 联合声明方,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家电影局等联合印发通知之后, 三家视频网站和影视公司都在积极行动, 此前,三家视频网站已经发布过 关于规范影视秩序及进化行业风气的倡议, 龙头影视公司对此也积极响应, 一直与三家视频网站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沟通, 大家认知一致, 只有一致行业的乱象, 才能促进中国影视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才能生产出有正确导向、 有品质、有文化内涵和厚度的文艺精品。 本次联合声明, 由三家视频网站和六家影视制作公司共同发起, 美京影视, 此次声明提到了单个演员的单集片酬含税不得超过100万人民币, 其总片酬含税最高不超过5000万人民币, 能否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联合声明方, 所谓单集100万, 以一步30级的剧位力, 演员可拿到的最高片酬为3000万, 而总片酬最高不超过5000万市值, 如果该剧的级数达到60级, 演员拿到的最高片酬也只能为5000万, 不再依据单集100万的单价进行计算。 片酬实行封顶, 特别要提出的是, 片酬相应产生的税费由演员方承担, 除了对单个演员的不合理片酬进行控制外, 我们也将严格执行有关部门每部电影、 电视剧、 网络视听节目全部演员、 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 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的最高片酬限额制度。 美金影视, 单个演员总片酬含税不超过5000万这一限定标准是怎么来的? 联合声明方, 我们是按照总局精神, 同时基于演员出演作品的贡献和酬劳的合理性制定。 美金影视, 声明提到的内容什么时候开始施行? 联合声明方, 对外发布时间及为正式施行时间, 发布时间之后签署的合同, 三家视频网站和六大影视制作公司都将严格按照声明中提到的条款执行。 美金影视, 发起这次联合声明, 希望给影视行业的这续规范和风气进化带来什么影响? 联合声明方, 当前, 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在数据凯集, 信息触达, 市场宣发上, 助力中国影视产业进入了由做大到做强, 追求数量增长, 到关注品质提升的关键时期, 我们认为, 好的行业声派, 离不开每一位从业者对行业秩序的尊重与坚守, 也离不开每一位从业者的自律与自爱, 通过此次的倡议发声, 我们希望全行业能联合起来, 携手维护影视生态秩序, 共同构筑规范, 有序的制播环境, 推动中国影视产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每日监济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